大家好,這次我做了這個地獄金灣三座二十三室 大家都一起看一看三座二十三室的圖籍 看看一個清水房 這是一個1.5房的單位 它有一間房間 裡面有一個衣帽間 還有一個浴室 還有一個開放式廚房 還有一個露台 地一起看看3D效果 轉個圈 放大一點 接著第一個擺法 這個我想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擺法 首先就是睡房 把床放在窗口旁邊 旁邊有一個窗口櫃 但這個窗口櫃其實不是太夠位 比較敏 所以大家要量度清楚 如果真的放不下就不要放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床尾這裡放了一張工作桌 比較小張一點 還有一張轉轉椅 衣帽間 就是放了三個大衣櫃 L型這樣放的 裡面可以放多一張椅 其實大家可以放多一些在裡面 那接著讀廳 那就 窗口旁邊這個位置 放了一張三座位的梳化 那對著就是電視機和電視軌 因為展示好看 我就用了一些只有下面的軌道 電視櫃 那還有電視機是大的 那大家可以買一些高身的電視櫃 就是上面可以存密 下面可以存密那些 那電視櫃旁邊也放了一個書櫃 其實這個書櫃是比較大一點的 其實我想有些書櫃可能是300毫米厚度 或者那個闊度未必是800 可能更加600度 可能有些是這樣的 那所以這裡已經預充了 那 那 接著呢 就在 那個廳 就是開放式廚房 旁邊這裡 就放了一張餐桌 連四座位 那我想這張餐桌 就現在是工作桌 還有是那個廚房的 的Illand Illand的部分 那大家就是這個 因為開放式廚房 其實真的不是太大 那可能它已經有一半 用來放了一個洗衣機 那洗衣機上面呢 那上面呢 那個頂部都可以 就是當你是一個棗頭 那樣用的 但可能都是太小的 那這張桌呢 就是 如果需要的時候 就是一個棗頭來的 那 那一入門口 左手邊的lock位 我猜應該放一個雪櫃 我猜是 那一起看看3D效果 轉個圈 先放大一點 對了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在一個餐桌 隔離 就是 那個衣服間 那個牆 旁邊的牆 這個位呢 都放了一個半折櫃 對了 那大家當然要注意 通道的闊度 大家是不是可以過得到 因為可能不同人 那個態度會不同的 那其實呢 這個櫃呢 其實都是四百成八百的 那 對啦 那我想 如果變成鞋櫃呢 就可以再紮身一點 對啦 那或者是一些 薄一點的鞋櫃 可以放兩個都可以的 可能都沒問題的 對啦 那一起繼續看多一次 那個3D效果 轉多個圈 然後呢 就到 第二個擺法啦 那 這次呢 就 那個睡房 那張廠呢 雙人廠呢 都是繼續 拍在出口旁邊啦 那 那呢 剩下的空位 就放了兩個大衣櫃 Elloween 這樣放的 對啦 那 那 就是 大家可以買些一個 Elloween的大衣櫃 或者買兩個這些長型的衣櫃呢 這樣放到 那這個櫃呢 你開到的門 都已經拿到東西的了 那 那 跟著那個Emo card 他嘗試 就把最多的櫃 都放進去啦 那 其實這些位 大家可以買些櫃 真的 哦 訂了也好 或者買也好 那就可以剛剛適合這些位置 就放到 對啦 那 放到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對啦 接著呢 就再放多一個半個 對啦 但這個可能 令到那個入口就會窄了些 如果大家覺得不喜歡 可以不要 對啦 接著 這個位置 又放了半個 一個單門位在這裡 因為兩邊呢 只要開到一隻門 你都會拿到東西的啦 對啦 但實際上大家要量度清楚 對啦 對啦 這個只是概念上 因為這個很理想的擺廢 因為 有沒有考慮到腸腳線啊 或者很多 或者腸 可能有些歪歪的啊 都不奇怪 對啦 大家可能最終都是不要這個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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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到廳了 那麼呢 就在那個 露台旁邊 就放了兩座位梳化啦 那 就 所以呢 進去那個 露台那個 通道呢 會比較窄些少的 對了 那 但是呢 都可能進不到 因為都不會經常進去的 可能都是收衫 和螺衫為主啦 我猜都是這樣啦 然後呢 就在 對著那個 梳化的 另外一邊 這幅牆呢 就放了電視櫃啦 和電視機啦 對了 那 那個梳化旁邊呢 放了一個書櫃的 對了 對了 那 那個 呃 開放式廚房 和書櫃中間 放了餐桌 連四個位 對了 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 你把餐桌呢 就是這樣拍下去 這樣 這樣 這樣擺 對了 可能三個位置這樣坐 那 就會 會達致呢 令廳更加闊的 如果大家想過廳真的比較闊 對了 又不需要 根本都不會的 那麼多人在這裡吃飯的了 那 那 可以這樣擺了 其實我意思是 對了 那 嗯 呃 就是這個 廁所門口 旁邊這個位 那 那 就是 衣服間外面這個位 那 都要有一個半折軌 在這裡 對了 那 其實大家覺得 現在這樣闊了 可以放多一點都可以 這樣 就可以放多一個 可以試一下 對了 不過都要注意一下 那 就是通道的闊度 就是這裡 到這個位 了 還會不會過不了呢 那可能就是買回一些普通的鞋櫃 就是 薄一點 薄一點 那可能都會好很多 對了 那 大家其實在我的基礎上面呢 可以再繼續去變化下去 有 無限的可能 的 那我們一起看看這個 還原後的3D後果 轉個圈先 那 那每次去洗衣機裡 就是 放生 進去啊 或者是 那些衣服 可能都要 移開一些燈的 都要 把一張椅子 拍到那張餐桌那裡 對了 然後呢 就到 第三個 擺法啦 這次呢 那個 雙人床呢 都 定然在窗口旁邊 那 那 這次就放了床頭櫃 那 就 剩下一個位置放了1.5個大衣櫃 對了 L型的放了 一個就是雙門 一個就是單門 那 這個雙門櫃 就開到一隻門 都應該拿到東西的了 那 然後呢 衣帽間呢 就嘗試把它變成一個書房 我放了一張工作桌 那 這張工作桌呢 就比較 都是小型的 對了 大家 如果發覺 我都喜歡一張大張的 那 我可以放一張大張在這裡 對了 嗯 嗯 那 那 只剩下一個位置 就是 這個U型 這樣呢 就放了4個書櫃 對了 那 我這書櫃就是沒有門的 對了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買一些有門的櫃 那 就是去防塵一點 那我這裡的DEMO 就容易看一些 所以就用這門門的 就是看就知道這張書櫃 對了 對了 那跟著呢 就去到那個廳 那 那 那個梳化就是在那個 爐台 嗯 旁邊 那 對著電視機 電視櫃 對了 對了 那 呢 貼著那個梳化 旁邊 放了一個半截櫃 對了 那 嗯 半截櫃的 再過一點點 就是這張餐桌 連四個位 那半截櫃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些餐椅呢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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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進去 或者搬開 對了 那 那 那這次呢 那個 餐桌和開放式廚房之間的距離 就寬了很多 那 那 就是 走進去這裏呢 在細機裏拿衣服啊 或者是 放衣服進去呢 都不用 又要搬椅 那麻煩 那 那 那 書房呢 現在就不是耳目間了 書房呢 旁邊這幅牆呢 外面 就是通道 就是那個廳的通道那裏呢 就放了兩個半截櫃的 對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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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如果覺得半截櫃 太厚了 那就太大了 那大家可以覺得 啊 我可以這裏 我可以這裏 我要通道很暢順的 我不要太窄的 那我可以不要它 就是這樣 那 那或者 那些人呢 就是買些鞋櫃 真的鞋櫃應該呢 就會薄過這個半截櫃的 應該是 對 可能 200毫米 可能都 可能都 就是 那個厚度 200毫米呢 都應該 可能有 對 那 就算放兩個 那 都不會太過 嗯 就是 令到通道 窄很多的 可能 那 那大家都是自己 量清楚啦 那還有這些怪的 高矮 肥瘦效果 可以大家隨意去修改 對 那 那我們一起看 3D效果 那 全部圈 大一點 對 可能也有朋友覺得呢 那些半截櫃呢 其實寸物的空間不夠 就 可能要改了 做書架 要再多些書架 高一點 但是當然啦 空間感就不夠 真的會 阻礙到或者撞到 對 所以大家也要考慮 就是每個人 的需要 和喜好 對 那 跟著呢 就到第四個 擺法啦 那 那這張床呢 就試一下呢 不要拍到窗口 就試一下 那床頭呢 就貼住 那 醫務間的屋 牆啦 那 所以床尾呢 我就放了一個 書櫃 跟著呢 還有呢 就有一些半截櫃啦 對 這個都是半截的 對 那 那這些怪的當然是填滿啦 那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 所以和喜好啦 那看一下 啊 我想買個闊一點的櫃 我擋一半都沒關係的 那個 那個 透光度不用那麼高的 對 或者呢 我想這裡多些 就是半截櫃 或者 三個都是半截櫃 對 那 那就不會呢 令到房間暗了 那 每個人的喜好和需要都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隨意去修改啦 不然我會還原先 那 那 那 然後呢 就 代字幕間 都會放了一些 呃 衣櫃啦 這兩個衣櫃 那 剩下的位置呢 我放了一些書櫃啦 一些薄薄一點點的櫃啦 是 Aaron 那樣放了 是 沒有門的 我這裡 是那個demo 那大家真的要根據自己的需要啦 或者需要一些有門的 那 那 有門可能就不可以這樣 Aaron的放了 可能要減少一些 這樣 對了 這裡也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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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都儘量呢 就嘗試擠到最多的櫃下去啦 那大家可以呢 呢 讓它刷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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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化仍然在露台旁邊的位置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櫃 這次將餐桌被兩個書櫃夾著 梳化旁邊放了一個書櫃 然後到餐桌再放多個書櫃 餐桌只放了三個位置 這位置不錯就將它放進去 不用擋住路 仍然在餐桌旁邊 就是衣帽間外面的牆 放了兩個半折櫃 大家都是要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喜好 可能大家覺得這裡放了很迫 不需要的那櫃 都可以 或者買一些鞋櫃 比較薄一點的 或者小的鞋架這個位置也可以 其實這些書櫃 都可以變成本折櫃 可能這個就是 可能是可以這樣的 其實 這裡放了半折櫃 因為近廚房 可以多一個位置放東西 這邊可以放一個 高新一點的櫃 其實這些櫃 半折櫃和書櫃是一樣大小的 大家可以隨意和換 或者全部都是半折櫃 當然當然空間感很多 對 我們一起看看 數字效果 大家可以在我這個基礎上面 隨意繼續去修改 放大一點 然後轉個圈 再繼續看看 看看會不會找到 一些元素是適合你的需要 那 接著呢 就去到 第五個擺法 這次呢 就試一下把床放進衣帽間裡 對啦 那 嗯 試一下 會不會 呃 就是會 空間 空間 空位會比較好 那其實床面這裡 都可以放多 放多些櫃 都可以 對啦 對啦 放少少在這裡都可以的 對啦 對啦 接著 那個房呢 就是 就可以放了很多衣櫃 在這裡 好啦 放了 三點五個 那剩下的空間 就放了一張 這個不是 這個是書桌 還有一張轉轉椅 那 這裡旁邊呢 我放了一個 半截 的 櫃桶櫃 小小的 那應該還可以放到的 如果大家覺得 都是很櫃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不要 那也沒問題的 對啦 大家可以轉一張桌 對著窗 都可以的 對啦 很多變化的 那接著去到廳了 這次就試一下 將一張餐桌 放在那個 爐頭旁邊的那個 位置 對啦 那當然啦 大家要注意 這個餐桌 這個角 還有這個 這個牆 之間的 那個通道 大家是不是過得到 還有一張椅子 大家經常都要走過去 那才去到那個 嗯 露台那裏 那 那 旁邊這裏呢 餐桌旁邊 放了兩個書櫃的 對啦 那大家都要注意 那書櫃和餐桌 中間的風度 大家是不是都過得到 那 那個闊度 大家是不是覺得 適合自己呢 那 那 餐桌 旁邊這個位呢 就放了一張梳化 對啦 兩座位梳化 嗯 嗯 嗯 沙發旁邊 就放了一個半截櫃 那 但是這樣會令到那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放式廚房 那個範圍會很窄 很窄 這個位 那大家是不是接受得到呢 是不是可以說 啊 不要這個櫃都 這個半截櫃會好些 那 那我這次已經把小耳機 和那個星本 都掉轉了放了 那 那 那 應該呢 這個半截櫃應該不會妨礙拿衣服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可能進去 賣扁這個 這個 這個 灑灑洗東西啊 拿水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 要小心一點啦 慢慢走不要撞到啦 那 我不要這個半截櫃 可以把梳化大一點 這樣 都可以的 是啊 那 梳化對著就是 電視櫃和電視機啦 但是這個位置放電視櫃呢 就真的有少少 就是窄啦 那 就是這個 角落頭啦 還有 這幅牆中間的位置 大家是不是過得到呢 是不是那個電視櫃要小少少呢 對啦 就不要那麼長啦 那又或者呢 呃 可以不要電視櫃啦 對啦 掛牆式電視都可以 對啦 又可以了喔 或者呢 我就想過呢 其實這兩個 所謂電視櫃下面 是買的那些呢 可以呢 用來儲物的盒子 但是呢 又可以當椅床 平時 不坐的時候 放在這裏下面 又可以拿一些遙控器啊 這些簡單的東西啦 那有朋友來的時候 可以拉他出來 就 啊 放在其他位置 坐 看電視 鎖一些人 這樣啦 那 大家都一起看3D效果 那 轉個圈 放大一點 想玩真些 好 接著呢 到第六個了 那呢 那呢 這次呢 就 把床呢 放在這個 窗口那裏 那裏 又有床頭櫃啦 還有工作桌 對啦 還有一張轉轉椅 那 但是呢 這個衣帽間那個入口呢 我就 試一下 不可以把它改到中間 這個位那裏 那其實改得呢 我都不太肯定的 這只是一個概念上的想法 那大家記得 諮詢回 那些相關的人 其實 這裏可不可以把門 改到中間的位 那 改了之後呢 那衣櫃呢 就可以這樣 U型這樣放了 對啦 那這裏呢 就放了 四個大衣櫃呢 L型都放了 每邊都是 那 那這個櫃開到的門 都應該拿到東西的了 那或者中間的空位 可以繼續 就 定序有好 或者買到一些 剛剛配到的位 的櫃啦 其實大家 到處 很多不同 就是赤買的櫃的 那總之要量度對 跟著呢 就買對 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啦 那跟著 那跟著 那那 那那把沙發呢 就放了在 那個睡房外面 近窗口這個位 這裏可以放了 一張三座位的沙發 那對著呢 就有電視機 和電視櫃啦 那 那剩下 這幅牆 剩下的位置呢 就放了一些 書櫃呀 半折櫃 那 那大家 都是根據自己的 需要和喜好 那我可以說 我全部都要書櫃 我很多書的 或者我全部 三個都要半折櫃 因為呢 我喜歡 寬落一點 每個人都不同的 那 那這次呢 將餐桌呢 就放了 在醫務間 嗯 外面的屋場那裏 那裏 這個擺法真的會覺得 有點窄 那第一呢 我就用了入房 那個通道呢 來放兩張椅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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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平時不是吃飯的時候呢 那張椅子可以拍到去的嘛 就是這樣 拍到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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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另外一邊呢 大門口這邊呢 就是 如果不是吃飯啦 或者不需要坐在做事的時候 可以拍到去 對啦 那通道就會寬落一點 對啦 對啦 那其實呢 這個主席位都可以坐多一個人 真的有需要 那 那 那 我可以提議大家呢 買一張那些可以摺到桌子 那邊可以縮小一點的那種呢 那這套呢 可以繼續闊一點啦 那那椅子呢 就可以 因應需要放在不同的地方 繼續 那坐吧 要看電線 這樣 這樣 對啦 總之那些地方放進去啦 放進房間裡 都可以 對啦 很多地方應該要放進去的 應該 放在騎樓就可以的 如果椅子可以不怕 就曬雨了 如果沒有下雨呢 或者曬到這裡 都可以的 對啦 對啦 那 我暈雨了先 那 大家都一起看看3D效果啦 那 轉那圈先 好啦 放大一點啦 然後呢 就去到第7個啦 對啦 其實不是雙人床 是雙人床加坦人床 對啦 那呢 這次呢 就是 就是 雙人床呢 就 就是 就是 拍到那個窗口旁邊啦 那床尾呢 我就這次 真的試一下放一些 就是 書櫃啦 或者一些 塵板的櫃啦 在床尾放的東西啦 那 有門沒有門呢 大家自己可以 就是 根據自己的 需要和氣好 買回一些 就是有門或者沒有門的櫃啦 但是呢 如果沒有門的話 不要放太重的東西 那不然呢 就不要了 那剩下的空位 就放了兩個大衣櫃 L型的擺 那 那現在沒有卡呢 我就嘗試呢 就 又繼續改一下它 那 那把那個入口呢 就呢 就改了 在廳裡裡 對了 那門呢 其實那個闊度 只有800 那原本的門呢 我估計呢 就應該是 就是原本的雙人房這個門呢 對啦 那個大衣是850毫米的 對了 那 那 之後勉強呢 都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那床頭那裡 都可以做一些架 放東西的 那 記住啦 不要放一些重的東西啦 打傷自己就不要了 那 剩下一個空位呢 就 放了一個單門衣� 其實大家不放單門衣櫥 可以放很多東西都可以的 對啦 所以就試一試 看看 就是最少可以放到一個單門衣� 那 那個廳的部分呢 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那 那 一起看看3D後果 其實大家不喜歡這個擺放 可以用之前的那些都可以的 可以隨意去組合 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 可能性啦 變成一個呢 適合自己的一個設計 或者一個 方法 那到最後一個了 那次呢其實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 那個 那個 衣服店 改動出來的 那些 這家 那已經是一間房的 那我就放了那個單門衣櫥 放了兩個書櫃在這裡 那大家可以買一些更薄一些的 可能是300毫米的櫃 那這裡的路就廢了很多 但其實勉強都可以上到床 慢慢進都可以 看看大家想放一下東西 多一個床位在這裡 甚至放了屋階床 這裡的櫃就不要那麼多 要一個 這樣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那廳那裡有一點改動 我把原本電視機 和開放式廚房中間的床 這裡有三個櫃 我把它變成兩個大衣櫃 當然大家要注意 衣櫃和餐桌中間的闊度 大家是否過得到 或者覺得是舒服的 那可以買一些餐桌 就是可以開盒這些 平時不用的時候就縮小 只有兩個位置 那椅子可以放到一邊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OK的 對了 就是這樣一樣 吃飯的時候就打開它 人多才放回去 那這裡其實可以再放多個位置 對了 可以坐五個人都可以 那我一起看3D效果是怎樣 這樣就全個片視線 對了 好,放大一點點 看看清楚一點 對了 謝謝大家收睇 拜拜 好嗎? 好,坐下 媽媽 謝謝 宅